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 我们湖泊和南安徽三省交给的大北山区 就成为集金刚山之后的有一个革命根据地 在战斗中培养了千千万万的革命知识 奔向周国的十面八方 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 发生在1928年的春天 在大北山区一个靠山尽随的山崖崖旁边 有一座萧萧的殿坊 这座殿坊是毛草无丁黄头墙 门草激活北草钢 一张柜台两口罩 三套左翼时间坊 拜的是瓜子花生纹烟香 姜汤 冰汤 婆婆汤 眼蛋 亚蛋 楼鸡蛋 松花皮蛋 豆腐汤 这么连汤都拜出来了 这是干细打赔的 就在这个柜台旁边 沾着一个年轻的女子 带有在二十五楼碎的样子 薄津津的圆脸盘 洗美貌 打眼睛悬淡鼻子樱桃消口 毛锁花就带着一脸的小姨 小楼去两排小薄牙 一头的青丝 震震齐齐地缩向老侯 带老侯后头挽一个远巴巴 插上一根柳国的簪子 这是当时已婚的年轻妇女的标志 巴巴头 身上穿的是毛蓝布的大姜瓜子 毛蓝布的大酒裤子 没有苗叶 没有修 唯独 绝上一双青丹子海 上头绣了一朵红色的喇叭花 正所谓碗楼从中一变红 翻线去了特别的俊俏 老板娘站在轨台旁边 眼睛无望私下的看 怎么 开点子的 希望有客人来啥 希望有客人来 客人就来了 一阵极臭的揣其身 一个青年农民 扛着个打马布袋子 到了殿坊门口 老板娘 我想起来打这个人 老板娘小脸想起 兄弟 你说吧 你也晓不晓得个礼拔戒 礼拔戒 礼拔戒 礼拔戒是周摩斯的 礼拔戒是红军的联络员 听说他两只手都能够打枪 摩斯头红军的 找到了他 就能够引我去见红军上 兄弟 跟你说 我们是周生意的人家 搞不清不哪红哪不 你要要举点 要起烦就请进来 不然的话 你要干啰客 不不不 我举点 我举点 说话之间 这个青年的脸色又临终起来了 几步 谁的老板娘就进来房 老板娘您去房之前问一句 兄弟 天快啥喝了呢 去不去饭的 去 你要跟我走一身密 怪个人你懂啊 一身密一斤斑了 好大的斗子 好 我走好了 喊你来起来 不不不 走好了你给我端进来 兄弟 去客气有人来一漏 人多起来又危险 那不行 我这个人呢 起烦不能看 啊 哪里这是个我毛病啊 我这做小孩带来的个毛病 我只要等起晚来 要有人看到的话 那我就要打仪 打完仪就要打狗 打完狗长子就打酒 打完酒就打滚 几个滚一打下来 那我还要命呢 嘿嘿 你这才是个怪人呢 老板娘说完了走了 轻轻地寻手把门一带 小伙子 这才把肩膀搞到里 那个马布袋子往里面一放 往床里面走 诶 这马布袋子里头好像包的是活家伙 往里头抬的时候 他在板上还发出声音 小伙子说你不安 你要安等他起烦我以国人气 牵死你 这个意思 马袋子里那个动物还听得懂话 国人就不憨了 也不搬了 寻寻历历的让他推进了床底 不都是老板的饭走好了 端将进来说一声 好吧 你叫齐吧 我不看你 等着老板娘一转身 这小伙子把门不单是关上去了 而且门拴也给他拴上了 再踩大床底 把马布袋子脱出来 一盖开 从里头拎起来了一个人 一个五十五岁的人 这个人只剩的是头耳猫筛 这些人在沿海 则在当时只有有钱的柴东 才穿这样的衣裳 是不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这一个人是大别三峡 王家大湾有名的大财局 外号叫做王老虎 为什么是叫王老虎呢 这个老鸡 那是无魔不作 高力盘剥 名强暗躲 卑皮龙龙 坑林刻薄 浑心八道 敲杂勒索 谁模式都走 借新娘子的裙 揣瓜妇的门 挖结户的粉 你要说 这样的事情走了之后 这个人还有个某人为 那么这个青年的农民是哪个呢 这个青年农民也是王家大湾的 本是一个老式的农民 叫周铁牛 这周铁牛啊 家里头本来生活得好好的 王老虎因为看中了他家的房子 说是风水好 鼻是了他的爹 害死了他的娘 扒了他屋的瓦 推了他屋的墙 隔了他屋的墙 还卖了他屋的量 你要说话再看 当时周铁牛还小啊 家献献地把周铁牛 弄在他屋里给抚养起来 长大了 给他屋里当了厂户 这几年老红军周铁牛 买一场心里的仇恨 忽忽中燃烧了起来 下决心逃奔红军 心里想逃奔红军不能空的时候啊 做个亲戚买一半斤红糖 起码包一包都是壳 那我送什么事呢 定一号是把王老虎送的口 想了一个机车把王老虎一逮 他也不怕费礼 反正连接轻离去打 军被扛到王老虎 献给红军 这就是铁牛献虎 他的远世想法 现在又不能把他握住 送个红军的礼物 握住了个师弟 有么意思的 所以拧出来 脚手都帮到你 扣得走到你 临时找个国家部 现在一跌跌的拖出来 还得半天忧 扣得一松 还有那个王老虎一哈都不嫌到你 啪啪 你没说手脚帮去了 他还笑得一跪 天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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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把我弄到哪里喝 弄到哪里喝 我把你送到红军 天忧 你把我送到红军 让我家捡红 你捡红 那不与我相干啥 哪个家里走哪多的拐事 天忧 我走拐事 我要不要得罪你 你不要得罪我 你得罪了我的爹娘 你把我武力搞得家破人亡 像你这样的拐人送到红军壳 我们老婆行叫做大块忍心 少说废话 你要是再说废话的话 这一餐饭就没得理气的 你我 你我就把口扎到 少说一点 来 走 猫都往口里走 差不多了 梅雅还去不去 我还猫抱 还猫抱 再把口扎到 再把口扎到 就不违反了 还是跟他把口扎到 一跌跌地走进口了 把马带口一牵 呃 出不出 进口 把他往里头一走 摘着窗地下河 铁流角鱼桶 风卷残云一般 把剩下的饭统统起了一个金光 曾大山喊老板娘来收盘子弯的时候 抱抱抱抱 有人敲了他这门 铁流江门大开一看 呵 又来了一个庄家人 连接三十渠头的娘子 和和的棉堂 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 十方苦口 一副忠厚人的样子 啊 你啊 周末师 周末师兄弟 都是举点的 我带你一个房间来给你交个拜 我呀 这个点子一哈都举满了 没有举满了 别的房子还空了 哎呦 别的房子还空了 你还在别的房子里给谁 我大喊不得人跟我拄牌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跟你说 我有个毛病 我以国人水怕鬼 怪人碰到怪人 周天流不好干 这些都是举点的 来吧 请请请 大兄啊 你是哪里的 我是山下王家大湾的 那鬼姓氏 我姓周 叫周天流 哦 那是那个弯子的小姓 你还是搞什么事的呢 我从天地上去当厂工 我还能够做什么事的 这个汉子一听说 那我们是一个样的货绩 我也是当厂工的 不是 房无一剑 爹无一笼 上无偏瓦则生 下无礼锥之敌 人说黄莲黄伯哭啊 我们周厂工的名 比黄莲黄伯还要哭十分了 我活不下课了 老实不客气的 告诉你 我是个头奔红军的 你也是头奔红军的 你也是头奔红军的 我不是 好像现在蛮多人都头奔红军 这汉子一听说 老弟啊 这里就没有说实话 刚才我说上去你打了下军一听的小头 你跟我是一鼓一样的 你瞒得我怎么识呢 头奔红军有个班总比木头班好 是不是 将来我们还在一个银盘里头去办的 你说的 老兄 那我就告诉你 我也是头奔红军的 好啊 果然我没有猜错了 我们叫你老客 你头奔红军 戴莫斯州见面利益 那个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他还要前面利益 人跟人是人之常情 这个人家还要带点东西呢 哎呀 那我没有带 什么办的 我空的时候思想满得不住人 你给我坐机子 我带的 怎样的 有我的就有利益 我带的利益是个大利 是我们两个人打负我的 好啊 那你带的我是金子银子 举报鱼琪 我这穷得不得了 还带哪 怎么办 我带的个老 哎哎哎哎哎 我去 你带哪个东西怎么办 我跟你说 这个老虎 不是像那个老虎那样 明目张胆的欺人 是引到欺人的个家伙 那是个我老虎 我们那里的王老虎 你把王老虎抬到了 好 或者抬哪里 王老虎我最恨他了 我的旧业就是他害死的 你把他弄出来 老虎今天把他杀他 哎哎哎哎 那是送到红军的 不能把他搞死的 好 听你的 听你的 有你这个话 我就放心 今天我们找得谁呢 我找得起来呢 我可大家睡 我们洗个酒 盆子就炒到手上去了 周天柳西向拿着洗这招的酒 拿着水这招的脚 但是别个讲客气 自己不能不讲上 我可我可我可 盆子一拿 哎 把门关好啊 他大水走了 车一边 这一个汉子把门一拴 九首把地下的马铺带子就拖出来了 什么呀 这个汉子要杀王老虎吗 不 他要九王老虎 哦 他九王老虎 得了 原来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厂公不厂公的 他来说五余万三胜联防大队 行动小舟的奏障 行活脚活食人 因为专杀共产党 专杀红军 杀红了眼睛 连爹两个不人 所以人生外号叫活疯子 名声色难达 真见过他的人并不多 他这副外貌 倒像一个老是芭蕉的农民 横局有欺骗性 今天 骗局了周天柳之后 没有想到有这个守候 把王老虎可以放出来 把王老虎放出来 手就一松 口里的东西一掏出来 王老虎就杨起来了 哎哟 活得 活得 活得蛮个鬼 这是红薄交代的位置 齐喊把喊包的老婆喊掉了好些 活得长 拿木耀班 等他来了之后 叫他到这个多里科 你们两个人还个位子 他听你的是吧 他自己科 拿好的是吧 你不是自己科的 我们两个人 于此这般于此 你要跟我配合 活得长放心 我跟你一定好好地配合 配合得天衣无缝 两个人一起商量顶了之后 门外头绝不声就响了 活疯子将门栓一抽 闪生到了门后 这个时候 铁牛把门一推开进来 就说把盆子这么一放 再回头一看 你把盆子放在那里面 王老胡是单单整整坐着闯高的 铁牛说 你什么取来的 王老胡说 有人把我放起来的 哪个把你放起来的 铁牛的身背后 有个人喊了一声 是我把他放起来的 手举起来 活疯子闭住了他的腰 你不是长弓 笑话 我来是三生联方大得行动小手掌 活死人 活疯子 夸奖了 想往老胡思议 你怎么还不动手 往老胡这才挤起来了 把刚才准备好的一个板灯拿起来 皮筒 找周铁牛的老库 就一口打下来了 周铁牛赶快一滴一扇身心 躲到了一边 正在这个时候 身背后的那个门 轻轻的被推开了 接着一个银子一扇 那一个老板娘拿着个扫打的门钢 对不起 你要浑烧千斤之时 啪 一哈子吵到活疯子的腰打过壳 那个滚子眼里刚刚打的个刀拐子 啪 活疯子往前一掺 就在这往前一掺的同时 那个板灯就落下来了 叮 打到活疯子老口高头 活疯子就到第2个来 王老胡刚才保证过的 跟他好好地陪伙 陪伙的敌碎不漏 这还真的是陪伙好了 而活疯子刚才那个手往前一冲的时候 很笨冷的 抠了一家伙 拿枪取盒 把王老胡也搞到第2个来 他们陪伙的极好 这个时候铁牛把枪拿出来 把枪拿出来 就逼到活疯子了 我懂活疯 这个时候老板娘说 铁牛把枪收起来 他怎么想暂时没得反抗能力 把他装到马带里喝 老板娘 他们的勇儿 王老胡说送到红军的礼物 我跟你说 王老胡现在磕不成了 要磕的话也得养些死的伤 有人招呼他的 你把他装到里 这个活疯子 可是我们红军造了一些什么 造到的一个重要人物 这才是送给红军的最大的打理 我就是李把姐 刚才不敢暴露身份 你怎么拿个钢子 你不是会刷枪的吗 哎呀 那是这一代的乡亲说的何敌人的 我们搞交通站 我们搞联络站的人 哪里能够靠四枪龙棒的 这才是大别山峡 红姑娘 靠山紧水开电坊 活从铁牛把山上 子某战神 野心浪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上